十万两白银,庆亲王啊,把黑龙江巡抚的官圈给卖了 六十万两,又把这大清国的邮政总督的官圈给卖了 过一个生日啊,广花红分子收现金,就收了一个五十万 走进古迹讲故事,我是昆仑刘石 北京武丰山庆王坟,是清朝庆亲王的家族目的 这儿啊,他葬了三代的庆亲王 这初代庆亲王是谁呢? 是乾隆皇帝的儿子,嘉庆皇帝的同母弟弟,叫永林 不过在这块墓地里葬的最有名的庆亲王啊 那就得说,是这大清国最后一任铁帽子王,庆溺亲王一筐 其实啊,这老庆王坟啊,他没剩下什么东西了 您看啊,您现在看到的这些朝房陵门远禁墙啥的 都是区政府在前两年复建的 真正带点老气的,也只有这月盒上的两座石桥了 不过呢,也是半新半旧,您随着我的镜头啊,咱们四处逛逛 顺便呢,我给您讲一下,这晚清众臣庆亲王一筐的故事 这清朝啊,世袭网替的铁帽子王里只有两家啊,是皇族的远之 一家呢,就是正亲王齐尔哈朗,另一家啊,就是这庆亲王一筐了 这一筐的官到底做的多大呢? 首先啊,他是内阁的总理大臣,并且啊,他还是军机处的首领大臣 用句戏台上的词啊,就是在大清国,官制极品,他没法再高了 聊一筐啊,咱们聊点什么呀? 今天啊,咱们就说说这庆亲王的两大看家本领 这会儿啊,我想有朋友肯定就说了,不对啊 这一筐啊,庸庸碌碌,他一辈子哪有什么本事啊? 哎,人铁帽子王,官制绝品,人家怎么能没本事呢? 您听我给您说呀,这一筐啊,本来是没有任何机会做庆王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并不是庆王这一只的嫡传子孙 哎,您说这事情啊,他往往就是那么的巧 这庆梁郡王勉勉啊,他没儿子 所以就把自己弟弟勉姓的儿子过继到了自己的门下 这儿子是谁啊?这儿子就是一筐 这一筐的亲爹勉姓啊,他是个有意思的人 他怎么有意思呢?他本身呢,爵位就是个府国公 可是他不甘心呢,他总想弄个王爷干干 于是呢,他就左右钻营上下打点 可是他呀,没钱 您想啊,一个小小的府国公爵位,他能有多少钱呢? 这样的爵位,在当年北京城一抓一大把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比永定河里的王帮还多些 于是呢,这绵姓啊,就唠了一个说大话石小钱的名声 还被别人啊,举报了 罪名呢,就是钻营王爵,给贬到了圣经 哎,轰出了北京城 所以这一筐啊,他打小就知道 这权跟钱的重要性 出入官场的一筐啊,您别看这本事不行 可是他写的一笔好字呢 当年这慈禧太后啊,跟家里通信的家书基本上都是一筐写的 就凭这个呀,他太后他就喜欢 随着这慈禧权力的增大呀 这一筐的官运呢,也一步一步的有上升的趋势 先封郡王,后封亲王 最后呢,又在这亲王脑袋上啊 扣了一顶铁帽子,世袭网替了人家 在这儿啊,我简单的跟您聊两句 什么叫做世袭网替铁帽子王 清代的爵位啊,一般是代将一等 就是你爸是亲王啊 那你呢,只能是习郡王贤 那辈子的儿子呢,那就只能是镇国公了 听着不太好听啊 有点那皇老郎下斗鼠子的意思 一代呢,他不如一代 其实不然啊,您要不这样 那若干年以后的京师,岂不是满大街跑王爷了吗 但是他有没有例外啊 有啊,这十二家铁帽子王啊,就是例外 他们呀,是对这朝廷贡献极大的王爷 所以呢,这子子孙孙啊,都是世袭王爵不变 亲王的儿子,还是亲王 郡王的儿子,还是郡王 难道说这广平写字好,就能当铁帽子王吗 那可不是,这庆王爷一框啊 他逐一多着呢 他呀,横不横十字的,就派自己一个侧福尽小倩啊,进宫里去伺候太后去 怎么伺候太后啊,实际上啊,就是跟太后打麻将 要是这老太后没功夫呢 那就和太后的亲信红儿们打麻将 您要知道,这打麻将啊,它可是有技巧的 这夫人进宫啊,是揣着一打的银票去的 出宫的时候啊,不但是身上揣的银票一分不剩 他保不齐啊,还给亲王爷拉点饥荒什么呢 就这样啊,亲王啊,是往宫里宫外大把的扔钱呢 所以呢,这王爷的官啊,当的是又大又稳当 说到这儿啊,咱们是不是就应该聊聊这亲王的钱是挨哪来的了 哎,这就是亲王爷的第二大看家的本事 脸财护财 当年这御史弹劾庆亲王的时候 用了一个词,我觉得是再贴切不过了 叫戏大不捐,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大钱小钱全部放过 十万两白银,庆亲王啊 把黑龙江巡抚的官圈给卖了 六十万两,又把这大清国的邮政总督的官圈给卖了 过一个生日啊,管花红分子收现金 就收了一个五十万 这些啊,都是大钱 这小钱庆王爷不放过呀 这大小官员啊,来庆王府办事 通常嘛,就给看门的兵兵啊,塞点门包什么的 通常呢,也就是两把钱的银子不会太多 就这点钱呢,他庆王爷都不放过 庆王爷啊,就把这几个坑的门的找过来说了 猴崽子,借着我的名头,没少收门包吧 这几个当差的一听,吓坏了 呦,王爷知道了,赶紧跪地磕头说 王爷王爷,小的下回可不敢了 这王爷一听就急了 什么,别不敢啊 大今儿起,你们收的这些门包啊 咱们银几个,二一天做五 我拿一半,你们分一半 你们瞧,这事怎么样啊 得,在庆王府啊,地门包成合理合法化了 庆王爷爱财啊,是朝野上下 乃至京城百姓,无人不知啊 民间啊,有那么句话说啊 大份车,从庆王府门口过 这王爷都得抠一块,尝尝闲袋 过了,过了啊 这么说王爷,过分了 但分这贪官来的钱呢 要不然就回乡去买房置地 要不然呢,就把他放出印子去 吃利息,让他利滚利,钱生钱 这庆王部去 庆王啊,把自个儿这些钱呢 全存到了洋人开的银行里 谁胳膊跟粗,就把钱搁谁呢 据说这庆王啊,独爱这大伯烈颠 开的汇丰银行 庆王爷是如此巨贪的 这御史就要查他,得找证据啊 于是乎啊,就来到这大伯烈颠的汇丰银行 跟这经理说呀 哎,你把这个庆王爷在这儿有多少存款杠我 这经理一听啊,他乐了 他说,谢了吧你 你懂什么叫契约精神吗 我们汇丰银行啊,是绝对不会透露这客户的存款信息 这个叫商业诚信 这官不乐意了,这官说呀 我可是大清国的御史 这经理一听也不乐意了 我可是八国联军开的银行 这薪丑条约你们大清国签字的墨水 还没干呢吧 跟我这耍清皮 姥姥,这经理的原话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啊 我是估计,估计啊 得,查贪官这事啊 到这儿不了了之了 这庆亲王是成功的保全了自己的财产 那么这庆王他到底有多少钱呢 据这《泰晤士报》登来啊 庆王在国外的银行里 存有高达712万英镑 那么当年这712万镑是多少钱呢 哎,我给您说说啊 有这么个小妞,叫简爱 在人家呀,做长工,哎不是,做家庭教师 年薪的是30磅 这30磅啊,在当时就给他带来了体面的生活 大科学家达尔文在伦敦附近啊 买了一个豪宅,这大号子 带花园的,您猜子花了多少钱 2000英镑 所以这庆王可以说啊 当年是富可敌国呀 您说这大清国他能好的招吗 没几年,完这大清啊 亡了国了 1917年的1月29号 80岁的庆亲王啊 也随着大清国的覆灭 尿西了 可是啊,这家里边人呢 他迟迟不愿发丧 他们等着呀 这废帝溥仪 给这庆亲王啊 加封嗜好呢 可是这宫里啊 也没消息啊 于是啊 这庆亲王的大儿子 宰镇呢 就叮巴叮巴的 跑到了紫禁城 找到了废帝宣统皇帝 跪在那儿啊 就跟这宣统说了 皇上,爸不死了 好歹呀,那也是大清国的铁帽子王 那您呢,还得赐一个嗜好下来 这溥仪心里这个气呀 心说呀 要没有你们家老亲亲王 在太后面前搬弄是非 穿的太后让我这皇上训了位呀 这大清国还没有那么轻易就亡了呢 你一个大贪官还想要嗜好 行,朕今天呀就成全了你 溥仪啊,指了指桌子上的一张纸说 这嗜好啊,我早就选好了 你看啊,这四个字 咱们挑一个吧 哪四个字 谬,丑,幽,利 没一个好字眼啊 这宣统皇帝又说了 我觉得呀,这个丑字啊 它最适合你爸爸 这宰朕一听就惊了 啊,敬丑亲王 这多寒碜呀这个啊 连忙跪地磕头 让皇上啊给换一个 这时候啊,旁边说好话 霍西泥的人来了 谁呀,皇上亲爸爸 这宰风就说了 皇上啊,这样可不行啊 他好歹呀是长辈 又是咱们大清国的铁帽子王 给这么个嗜好 大清国的脸上也不好看啊 于是这溥仪啊 不情不愿的勉勉强强 给了这一筐啊 一个秘字 作为嗜好 这个嗜好 是反思一下 自个儿做过的事的意思 溥仪的意思啊 是说你都干啥来着 你自个儿想去吧 听着耳熟吗你 那康熙废太子应仁 他的嗜好 不是也叫做李密亲王吗 这属于是中党 偏下的嗜好 一筐他们家有乐的故事 还多着呢 您要爱听呢 留言区您就告诉我一声 我呀 接着讲给您听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呢 您就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给您讲故事的 唯一动力 得嘞 知道吗 就到这儿 回见了您的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